一切众生皆具有佛性 所以佛性也没有所谓东南西北的差别 六祖慧能大师为礼拜五祖宏人大师 曾回答五祖说 人虽有南北 佛性本无南北 说明佛性无南北与东西之分 众生本具佛性 我们常常在我们法庭讲六祖坛经 我常常讲的越多敢出一声 六大师从广东 梅县 一个陵南的乡下的地方 来拜五祖 五祖跟他讲说 阁了是一个不认识字的 没有文化的人 六大师跟他 既然没有感觉到很失望 也没有打倒他的情形 反而跟六大师 跟五祖宏人大师报告说 企和上 人虽要有南北 佛性没有南北 宏人大师远从岭南到湖北 礼拜五祖宏人大师 宏人大师问他何所谓而来 会能回答 远来礼师 唯求作佛 不求余物 表明慧能大师 对信佛成佛的坚定信念 也说明佛性 不只是人人生来就有 而且没有大小于南北之分 十方新闻环会如肖瑞丰 台南采访报道